先和嘉賓聊聊外圍的表現 Jason 看到昨晚的焦點 一定是財政部長耶倫 昨天出席研討會時的言論 他說可能要稍微提高利率 以確保經濟不會過熱 見到股票市場即時有反應 納指最多跌過400點 道指也跌過300點 見到恐慌指數Fax 其實一度升到超過21點 是過半月以來最高的 不過現在第一 就是耶倫不再是聯儲局的主席 第二,他之後也有報道說 他做了一個澄清 五窮月來說 美股開局做得不錯 但見到昨晚市場 對財金官員的言論 其實很敏感 你覺得五月來說 美股是否也看淡一點 我講一下耶倫 他昨天那番說話 基本上我覺得市場 有些過分解讀 因為一來 剛才你提到 他現在已經不是聯儲局主席 而且他在之後的時間 亦都出道理 就很強調 他也是很順防 聯儲局應該要有他的獨立性 他所講的言論 又不是一些建議 又不是什麼預測 即使你說 他真的會覺得利率有機會上升 但這也是一個必然的情況 當然你說整個經濟 真的慢慢復甦 基建政策也慢慢出台 自然經濟一定慢慢過熱 又會有通脹 所以你說利率在未來幾年 慢慢升 我覺得其實是絕對不出奇 只不過就說他這一番的言論 是不是就代表著他覺得 現在這一刻就是時候要縮表了 或者去到可能今年 年底下年就一定會加息 其實他是沒有給那個時間表出來的 即是說未來會有機會加息 這個其實是沒有說一定是錯 或者一定是很差的現象來的 所以我覺得昨天你說 美股初段因爲這些言論 令到市場都叫震了下來 有一些沽壓是湧現 那我也覺得是不算一個好物質 即不是一個很嚴重 或者是一些很實質性的衝擊 所以你看到Dow Jones到最後 都能夠是咬腰彈上去 但是科技股相對來說是差一點的 那這一陣子也是 你看到美股方面 都是以翻炒Value Stock 或者一些周期性的股份為主 相反地就說一些科技股 一些Tag 這一類型的板塊 相對都比較落後些 但是你問我短期裏面 美股是不是受一個很大的威脅 有些是很負面的影響 會令到市場跌很多 我個人覺得都未算是 所以你問我五重月是不是很擔心 美股一定會大塌 那我初步現時的看法 都不是說真的這麼悲觀 不說是這樣的 我個人覺得是雲呢 你不是說是雲呢 但我也是不說是雲呢 你不是說雲呢